《沉香》 沉香散发出的独特香气 是很多收藏者喜欢的原因 但所谓的沉香究竟是什么 是很多初次接触的人 常会有的疑问 沉香它是一种树木 是一种树种 当然目前有发现的大概有五六种 但是就是说每一种沉香 它产地不一样 味道也就不一样 那最主要也是它受到感染的菌种 影响到它的味道 外力感染造成它的身体病变 沉香也是跟白血球一样 就是说我们受到外菌感染的时候 细菌感染就会分泌白血球去抵抗这个病菌 那沉香它受到外力感染的时候 那它就会分泌这个抑制 去保护它有身体 那避免它死掉 它结的有越多 它受感染的部分越大 它结出来的香就一品质越高 但是最主要还是跟产地 树种有关系 周老板在偶然的机会下 与沉香相遇 被沉香的香气吸引 而爱上沉香 收集沉香变成周老板最大的兴趣 开了一家小店 把沉香分享给更多的爱好者 一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沉香 那后来朋友跟我介绍之后 我发现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木头 它味道非常的好 而且它有疗愈 净化我们的心灵 那后来又听到很多长辈在说 原来沉香它还有招财 进化职场 供佛的作用 还有药用 就开始为沉香着迷 最主要也是它的味道 非常的吸引我 玫瑰木头 它所产生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特殊的变化 就觉得说 世界上也找不到 比这个还要好的味道了 就一直越来越着迷 越说越多 沉香的产地 集中在东南亚 周老板为了挑选沉香 亲自到东南亚选财 过程虽然艰辛 也常有未知的阻碍 但这都挡不住 它对沉香的热爱 就因为我喜欢这个香味 一开始也想说 产地比较便宜 买进来之后就有朋友 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错 可以捡给它吗 发现说 不是我们自己喜欢 做到的朋友也喜欢 就开始慢慢地 往产区去跑 毕竟东南亚 这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 去那边最主要的 最大风险就是 现金带到那边 容易引人犯罪 抢劫 这种状况都是 平常就很容易发生的 跑得越里面越危险 那当然 有时候还会 有一些看得到的 毒蛇猛兽 这个是属于比较正常 有一些看不到的 就是霍乱内疾 在那边如果染上这个疾病 差不多就是要死在那边的 在自己的店里 与同样喜欢沉香的顾客交流 周老板把每位顾客当作朋友 在这里 他们可以没有距离地 畅谈彼此的兴趣 因缘际会 朋友介绍来这边 然后我觉得周董的人不错 蛮实在的 你不要看他那么年轻 三十几岁 但是他在沉香界 不是说我朋友他的厂 真的是蛮好相处的人 因为他本身不是像 台湾很多商人都是在台湾 买来卖去 就是在这附近周旋 他不是 他是本身就去到产地 自己深入产地 去买 去看 去接触 问题产地里面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 很勇敢 如果叫我去的话 我不敢去 周老板就是 他年轻人都跑去外国买 买买的时候 他有时候看得比较好 他就跟我说 何事我就买了 他做的人很实在 所以说他 在沉香里面 想把沉香发扬光大 这是很好 沉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运用沉香来陶冶性情 沉淀心灵 虽然沉香的数量越来越少 但周老板希望 能把现在有的沉香 好好保存 让后代也有机会 能了解到 这传承下来的沉香文化 把这个文化 这个精神传承给下一代 让大家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沉香 那它不管是在药用 或是在供佛 或是玄学里面的作用 这些都是其次的 我希望的就是说 大家可以因为沉香 修持一个好的心态 沉香需要经过 百年千年的催化 我们要向沉香去学习的 就是说 它的内念 它的内涵 那来修养我们的身心 需要经过百年 才能生成的沉香 或许我们没有 再一个百年的时间 去等待 但我们可以用有限的生命 去品味这大自然 赐给我们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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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